三步教会你桑巴威斯克基本步 首先我们右脚点地 左脚中心准备 做一下前后的身体幅度 前后滚动也叫桑巴bounce 那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膝盖和屁股根向前推 记住是膝盖屁股根向前推 不要膝盖向下蹲 好 向前推 向后的时候膝盖向后向上弹直 记住不是完全向后去的 是膝盖向后向上弹直 在这个时候保证我们的身体 尽量去控制住不要做上下过多的幅度 前后 前后 然后换一个重心准备 1 2 3 4 换重心 5 6 7 8 第二步我们拉钉交叉的位置 跟前面一样的身体的滚动是 前后 前后 那在这里我们要加上脚踝 向前的时候一样的膝盖和骨盆向前 屁股根向前推 然后向后的时候 用前脚的脚踝和膝盖向后向上推动 脚踝可以弹起 那这一步是我们在跳基本步里面会用到的 交换脚再做一次 第三步我们两脚打开 左腿推重心到右脚 弯膝盖 右脚的骨盆 屁股根向上推 同时转动胯向后 再由右脚推重心到左脚 弯膝盖 左腿 屁股根向上推 同时转动胯向后 直推 连起来做 拉丁交叉的位置 第一步 我们先做准备的 7 8 2 好 这一步就是我们在开始练习的第一步 那么 有能力的同学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两脚 脚后跟都离开地面 没有能力的话 可以先把脚后跟落下 然后推动重心 骨盆向上推 向后转的同时 收脚 A 拉丁交叉的位置 晚 A 晚 转动 收 A 去 A 晚 A 去 A 晚 A 去